你早 早上的九点整 今天的2021年1月23号 星期六周休二日 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对我们环球邮报来说 我们在民国80年1月23号 串康开始 印第一期的报纸 83年1月23号 串康开始 2006年1月23号 也就是15年前 我们做网路报 网路报 也就是今天是环球邮报 我们当初印报纸的 今天是30年前 我们都在印报纸的 那么15年的今天 社长从2004年 SARS回来 2030的SARS 2004年 到中国大陆撤回来后 创立了环球邮报的网路报 到今天为止也15年 15年 报纸30年 网路报创抗15年 一路走来倍感心酸 前面9年 社长都是从事国际贸易 国际媒体杂志 外销杂志的工作 还有做一些国际战乱的工作 都是做很高尚的工作 因为社长16岁到20岁 这个四年是在 那个外商公司 日商跟美商公司 做博弈赏 就是小弟 然后 66年 当兵 68年 12月退伍 到现在 你想想看 民国100年 民国80年 民国68年退伍后 民国70年 我就开始 对于说 77年 报纸开放 77年 报纸开放 到民国80年 开始 入报社的 30年 那77年 是在太平洋日报 环球日报 民众日报 做六合彩广告主任